县会在这个礼拜开议 高铁延伸到宜兰也成为大家注意焦点 副议长陈汉中特别提案 希望中央研议将高铁延伸到西南地区 来平衡县内的交通发展 抢到妈祖彩绘列车车票的民众相当的开心 大喊着我爱妈祖 妈祖爱我 要跟着妈祖和众生们一起来放进去 要跟着妈祖 妈祖爱我 我爱妈祖 妈祖爱我 耶 这次妈祖纪念车票一开麦就两沙了 民众一上火车前 也一定会走到车边 和Q版的妈祖来做火灶 而车身除了有这次妈祖文化节的活动内容之外 也彩绘上地方的旅游景点和美食等等 相当的吸睛 而且富有创意 另外为了向防疫英雄致敬 同时邀请了医护人员来搭乘彩绘列车 感谢他们在防疫上面的努力 好 跟着妈祖去祝福对吗 对 好 心情怎么样 好 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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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刚好是腿路宜兰县通车一百九年 那今年县政府办南梁妈祖文化节 可以这个我想创意十足 这个我不敢说绝后一定是空前 那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那腿路局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 感到非常高兴 非常光荣 那也希望说能够借着这个神尊 从石城 从南澳 从宜兰的南到北 都搭我们的火车 来这个建乡绕境 我想对我们 也希望能够祈求 祈求这个宜兰县境内 这个国泰名兰风凉雨盛 2020南洋妈祖文化节 打造出宜兰特有的 妈祖绕境的新样点 洋妈祖由宜兰调出新材 带动了宜兰游商机 更结合了名曲文化 也展现了宜兰的热情 一段新闻记者 阿邦大